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是Tim嫂 今天Tim嫂才是重點 我是陪你的 以往就是我們都一起開這支Apple Watch 但這次我已經從週末就帶了幾天來體驗 那為什麼這次不太跟大家就開箱了 是因為它的外觀跟之前S7是差不多的 老實說 它功能的增加其實是比外觀增加還來得多 我這一次拿的是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樣的都是星光色 就是因為我覺得顏色好配啦 你看像我自己配我自己的錶帶 然後加上他們本來內褲的錶帶 錶麥色是很可愛的 就是搭配衣服無論男生女生都很適用 所以其實外觀兩個是差不多 但顏色有沒有有一點不一樣 像那個我們在看那個iPhone的時候 像紫色是不是紫色就有點不一樣 你自己看你也有它嗎 其實差不多耶 但是這是你自己的 這是我上一袋的 你幫我拿一下其他的 因為他們家的錶帶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 是因為以往我們這種錶帶 我們都還要這樣戴進去 然後扣起來 可是因為我這個人非常的懶 我常會把他下來或幹嘛的 吸著招或什麼的 我沒有一直戴的話 你看它就是任何的手腕大小 你看就是你一樣吸得起來 就是符合任何的錶帶 然後它就是有雙色的 這裡我剛有看到雙色的可以自己去拚 藍色可能後面就配白的 然後整色就可以燕麥色這樣子 OK OK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就是強調一次 就是這一次它的錶 主要的一些功能我自己體驗 喔好 對因為它這一次加了體溫的感應功能 對 但是你沒有辦法理解是因為你是男生 OK 像女生呢就是會有月經 然後女生會有排卵期 排卵期 OK 你知道女生排卵期的前後 其實體溫不一樣嗎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你知道有些人要備孕 其實要非常注意排卵期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今天剛好我們在錄這個時候 我朋友曾智希來找我 他說說 那個如果有一支錶 或是有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可以去讓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在排卵期 其實他說這是很好的 他說他每次要幹嘛 他都要自己量體溫 對 這就是我們女生的麻煩點 是因為 知道女生有些時候 要更精確的量排卵的時候 除了量體溫 有些是用驗尿的 驗尿 尿出來之後 拿那個柿子沾著 然後說今天是排卵期 適合受孕 所以他可以買柿子 就可以約老公 就是晚上來懷孕 如果你怕懷孕 就要避開那個排卵期 就避開那個危險日 這個有女朋友也很重要 對 他其實這支錶 就會像一個小男朋友一樣很貼心 那他是怎麼用呢 他的紀錄會記錄在哪裡 他有個健康功能 你就佩戴著睡覺 然後他剛開始 他其實需要五天的紀錄 一開始啟動要五天 五天你就連續佩戴五天 然後因為你還要再推算那個排卵期 你會再一到兩個月 他會更精確 那他這個佩戴情況之下 你還要開啟睡眠追蹤 還要開睡眠追蹤 對 就是他每五秒 他就會偵測一次 量一下你的體溫 難怪最近我都看你戴Apple Watch睡覺 對之前沒有 對 然後就是因為他是這樣子 他會把你的大數據 就是之後做一個討整 然後你就可以看那個APP 你就知道說 喔我現在大概是知道自己的體溫 比如說36度多或怎麼樣的 他裡面都會非常詳細的記錄 你可以拿出你的數據 去跟醫生做討論 其實你知道嗎 因為我媽之前小中風過 你知道那時候他去給急診室的時候 急診室醫生 你媽媽有沒有帶Apple Watch 這個點就很重要 對 因為他其實裡面健康功能 他會把你偵測很多 甚至像睡眠啊 血壓啊 呼吸啊 連睡覺的呼吸 他都會偵測喔 說到睡眠 那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嗎 可以啊 好我給你看 這個連其實在一般的表上面 你也是看得到 就是他睡眠的會顯示說 喔你的就寢時間啊 起床時間啊 你真正的睡著時間 是大概幾個小時 我跟你講 其實沒有在運動的人 也非常適合戴Apple Watch 是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像我們家的後製節 他其實也會睡覺戴著Apple Watch 因為有一些人他會有睡眠中斷 呼吸中斷 或者是他有失眠的狀況 他也會很想知道自己 真正睡著的時間是多久 或者是你去看睡眠障礙科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出來 因為他可以彙整成PDF檔 然後你就跟醫生討論你的睡眠狀況 所以你深層睡眠只有 時間很短 其實我的睡眠品質是不好的 你看我躺上床是10個小時 但是我真正睡著的時間是5個半小時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在玩手機 沒有 我是已經閉上雙眼 躺在床上 真的睡不著 OK 所以這個就是可以做這個節奏 對 就是健康其實每個人也是要為自己的健康把關 對呀 那像你剛剛講到婆婆 就是之前小狀風的一個狀態 你知道他現在新推出了什麼功能嗎 不知道 用藥提醒 我覺得用藥提醒其實也是蠻重要的對不對 對因為有些藥物其實不能一起吃 對 有些人吃中藥有些人吃西藥 所以他那個用藥提醒 你可以自己設定 什麼時間該吃什麼藥 就提醒你一下這樣子 好 我跟你講這一次其實我覺得有個地方很有感 他的表面新增了很多 尤其是他新增了Nike版 在這裡有個Nike版 他第一次放出來 因為之前是如果你沒有用Nike的版本的話 是不能用Nike的表 而且他不是走Nike 他也有很可愛的像這個藝術家的 對 我告訴你 這些東西都不足以吸引我 你知道這次最吸引我的是什麼嗎 什麼 他的音力表面 音力表面 他上面會顯示你月亮的陰晴圓缺 我是一個每天會看月亮的人 所以我就看今天月亮有沒有圓 今天是農曆幾月幾號 我終於知道 太實用了吧 原來 我今天出藝術 老爺今天要吃菜 這也蠻酷的 對 你講那麼多 其實像Apple Watch S8 他也有車禍偵測 那他車禍偵測是包含正常什麼 你知道嗎 正面撞擊 追尾撞擊 側面撞擊跟翻車 對 但我們當然希望這個不要發生 但是就是說 他這次的Apple Watch S8也有 如果是真的發生的話 他會要求10秒內 你要回應 如果沒有回應的話 他就會自動幫你撥打緊急電話 還有會傳送資料給你緊急聯絡人 甚至於要救你的人 他有一個定位資訊 所以馬上就會知道了 另外一個 是我覺得 也是大家會還蠻喜歡的 他叫做回溯功能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可以透過使用GPS資料建立 你曾到訪過的路徑 對 然後完了以後 如果你迷路 或迷思方向 你要協助重塑足跡的話 這功能就很好用了 所以你這個功能 你可以直接利用指南針航點 讓你去標記 我覺得這個在緊急狀況之下 是非常的實用 那我最後問你一個 那你用下來耗電怎麼樣 非常多人在乎Apple Watch耗電這件事情 可是其實我從S7 我就覺得他並不耗電 那這一次是我前兩天是 那時候大概還有80%的電力 那我就帶著睡覺 因為我要偵測我的睡眠什麼的 然後我一直到隔天下午的三點多 還有一半的電力 所以其實他這一次也特別強調 他的續航力 就是說你真的已經到煤電了 他開啟低電量模式的情況之下 你是可以到達36小時的待電 沒錯 所以其實老實說 他功能的增加其實是比外觀增加還來得多 對不對 實用性更多 但我今年我可能 因為我手上是Apple Watch S7 可是 你會想要入手的 我有感覺是Ultra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就講兩點 我一定會入手Apple Watch Ultra的原因 為什麼 好 你這個是41的對不對 對 像不鏽鋼的單圈錶環 Apple Watch S8的45的 你知道賣多少錢嗎 24,900 那你知道Apple Watch Ultra賣多少錢嗎 25,900 但是他表面是49毫米 而且他又可以-20度到55度 還可以潛水 雖然我不會潛水 重點是他還有一個雙揚聲器的設計 這個他比上一代的那個聲音來得更大 他最高可以達到86分貝 也就是說你今天在戶外通話的時候 你可以更清晰聽到對方說話 而且求救的時候 可以讓180米的那個人 濕到你的正確位置 是不是 光這邊就很棒 而且他的材料也是鈦合金的材料 所以他這次的定位點 其實就是跟這個還是有所區別 續航力 如果開啟低電量的話 可以達到60小時 重點是兩個台差1000塊 但我是不是選擇Apple Watch Ultra比較好 而且Ultra 你要一看就知道他外觀有改變 對啦 但是因為像我是女生 我的手比較小 我就覺得S8 或者是像有些人入手S1 S1也OK 但是你們男生啊 或是有在做戶外運動的人 對 我會很期待Ultra的開箱 好喔好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分享給大家了 那我覺得不管是S1或S8 甚至於Ultra 我覺得還是要看你自己使用的行為 然後再去選擇比較適合你的錶款 OK 好吧 那就這樣子喔 拜拜 我們下次見了 掰